starting off 好來 不 行 稍微再一下 比剛剛 稍微 開始了沒有 8,7,6,5,4,3,2,1 大家好,我是吴老爷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刚刚呢 坐到那边是干什么呢 知道吗 刚刚坐到那边呢 我是等吴卫文附身的 今天因为是 吴卫文被带走的第七天 在我们中国的习俗上来讲呢 算是头七吧 这个日子呢 也比较有意义 回来跟大家打打招呼 看看现在目前都发生的一些 什么样的状况 从这个那年花开 月振元播出之后呢 一直到现在 花开的收视率呢 节节的往上冲 这里面的每一位的 所演的这个角色呢 都深深的被观众朋友们记住 这主要呢 首先 归功于这个 好的剧本 好的团队 好的编剧 好的导演 好的演员 当然演员 我们是 在这个 我们 孙力 周寅 这个大女主的这个 这个光环之下呢 我们大家呢 都尽心尽力的 去把这个 自己的角色 去演好 而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之前呢 我开过了 一次 这个直播 那直播的反应呢 在我自己看来呢 好像 不是很理想 因为 第一次直播嘛 也不知道 要播些什么 讲些什么 然后在 现场呢 有一点 慌乱 甚至于呢 我都没有看到这个 所谓的 自己的镜头 那 第二次呢 现在直播呢 我现在是 面对观众 就面对我自己 我现在可以看到 我自己的这个表情 然后 把我自己心里话 讲给大家 大家听 那 在这边呢 我真的要 非常感谢 这个 朋友 粉丝 你们对我的爱护 我希望在这次直播里面呢 不要送礼物 不要送礼物 千万不要送礼物 你们有这份诚心 老爷 我心领了 真的 我在此 谢谢你们 有你们的支持 我就心满意足了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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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礼物 可是不要礼物 怎么这个金币 还在往上走啊 真的 我真的心领了 好不好 好了 那 这个 我们现在 今天呢 就来聊一聊 这个 这个花开的故事 因为第一次播出的时候呢 可能观看的人 还不是那么 那么多 就是在线的时候呢 还不是这么 这么多 可是呢 从播完之后呢 第二天 这个可能 这个观看的人数 就突然一下 增多了 我记得大概是在 十八集 跟十九集吧 这两集当中呢 讲的是 这个 吴卫文 他知道这个吴家将要崩塌的时候 他的一个心境 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信 然后去到朝廷里面问 这目前的状况 军序案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 当写完这封信的时候 他 这个吴老爷呢 他自己知道 将来 这个案子 可能是没有救的时候 那种心境的绝望 怎么 这么大的一片家业 可能就因为这个案子 而结束 当他把这个 信封 把这个信 装到信子之后呢 摆进了这个信封 红印一盖 然后叫仆人 拿出去 送走 快马 加编的送到 幅州 然后走出去 在院子里面 这一段 新进 我记得当时 这场戏呢 拍了 拍了三次 才拍 才拍成功 当时呢 主要是 因为呢 这个 有些景 还没有 还没有搭好 导演跟我说 光哥 这个戏啊 我可能要 大概要用到 一个多小时 我心想这么短短的 零点一页子 为什么要用到 这么多的时间 等第二次没拍成 第三次 景搭好的时候 我从里面走出来 然后再走到外面 这段路的时候 真的觉得 吴维文 附身在我的 在我的身上 哎呦 今天是七月 讲到这件事情 我记得 我自己的 自己的鸡皮疙瘩 我都 我都起来了 啊 啊 都附身 附身之后呢 哎呦 我就深深的 看到自己的家园 可能就在一夕之间崩塌 往后 家属何去何从 那种心境 那种失落 其实那种无望 后面有谁来继承 那种绝望 哦 在走路的这当中呢 嗯 我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呈现给观众 让观众看了 真的是 非常的心痛 也为我心酸 哦 一直到 走到了 周云的 他的 他的那个 那个院 院地门口 听到了 梁大夫 跟春信 讲的 讲的话 出来又告诉我 说 这个少奶奶 有喜了 当时 这种 悲喜交加 无家 无家有后的这种心境 哦 一个老人 对自己的家突然又燃起了希望 哦 那股酸跟那股死 哎呦 我自己演的时候 那时候也起鸡皮疙瘩 啊 光是这两场戏 呃 带给观众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印象 啊 那在这个 这个粉丝来的这个当中呢 啊 他们几乎所有都是被这几场戏 啊 所感动 哦 说实在的 我自己回放了几遍 我看一看 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之感动 哦 那后面呢 第二天 把周英给赶走 那种无奈 还有 把家里三个兄弟也给赶赶走 嗯 嗯 那几场戏呢 嗯 都深深 落印在观众朋友的心里面 啊 嗯 直到 最后一场 我喝呼拉汤 啊 呵呵呵 其实喝呼拉汤 喝呼拉汤 嗯 在我来来讲呢 好像是 嗯 没有什么 很重要的戏 它好像只是一场过场戏而已 可是呢 那天拍的时候呢 哦 哦 我在拍的时候 我听到后面 那个张妈跟跟跟另外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 我我忘了 啊 张妈在里面在里面哭 啊 嗯 录完的时候 我问张妈说 你你干嘛要哭啊 啊 张妈说 老爷 你演得太感动了 啊 我说有吗 我说有吗 其实 在演戏的时候啊 很多很多时候呢 我 我 我自己我都不知道啊 会演成这个样子 别人会感动这个样子啊 大概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感染力吧 啊 嗯 那讲到这个感染力呢 啊 我到 这几个月 尤其是这一个月来 啊 我才真真正正的发现 什么叫做感染力 啊 我举个例子来讲了啊 啊 就是 呃 刚刚就是讲的那场 那个 喝完 喝完 能够让我喝完 最后那碗胡辣汤 我自己一个人 在那边静静的把那碗胡辣汤 喝完 喝完之后呢 啊 啊 然后 用的手巾 手帕 插了一下自己的嘴巴 然后 很从容 很淡然的站起来说 轻便 啊 这个是发自于我内心的 这个表演 当然 旁边人受了感染 他们掉下了眼泪 这就是所谓的感染力 这个是叫做第一类的感染力啊 第二类的感染力是什么呢 就是 当 我老爷走了之后呢 哦 呃 周寅 他从王世军那个地方 拿到了所谓的 那个 我托付给王世军的重任 说把这个答应 交给周寅 啊 然后 王世军 把这些所有的 老爷安排的这些事情 一一的讲给了 周寅听 周寅听了之后 哦 原来老爷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吴家 保护他 保护他肚子里的孩子 嗯 包括我听了这一段 我都觉得 我 我 我本人 我被吴卫文所感染 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感染力 啊 如果说一个演员 你 你常常有这种所谓的感染力的话 那 这 就是代表 你的气场 磁场 重 啊 大家都会被你所感染 连你自己都会被你自己所感染啊 就是了不起 了不起 啊 我自己替我按一个赞啊 那 这个时候呢 我要来看一看啊